中央社记者江远珍首尔24日专电南韩媒体报道,今年9月3日北韩进行第六次核子试验时,导致险境北道吉州郡风行里核子试验场附近村庄的住宅和学校倒塌,造成数十人遇难。 南韩媒体引述最近去过北韩吉州郡的北韩人士报道,第六次核子试验当时发生的强烈人工地震,让距离风行里约8公里的信东里因几十床农民居住的住宅倒塌,造成数十人遇难。 这名北韩人说,靠近风行里的信东里农场附近受灾最严重,在脆弱的地基立起木头柱子而盖起来的房子,一下子就塌了,灾情严重。 南韩朝鲜日报今天报道,北韩进行的第六次核子试验,学生们也遭殃,这是因为北韩当局并没有告知核子试验的事实或通知避难。 虽然北韩进行核子试验,9月3日是星期日,但学生为了参加劳力动员,聚集在教室里,学校建筑物倒塌过半,有人遇难,但北韩当局并没有进行灾后重建,而是强调秋收的重要性。 动员农民干农活报道进一步指出,房子已经倒塌三个月了,为了农场的工作,根本没空进行灾后重建。 受灾的农民临时借住在农场的宣传室,或住在受灾相对不太严重的房子里,北韩风洗里出生的一名脱肥者说,如果幸冬里的灾情到了这种地步,那么核子试验场所在的风洗里居民的受灾情况,肯定严重得多。 真担心家人的安危,106124延伸阅读每日为何不挤落北韩飞弹? 专家这样说延伸阅读北韩宣称清淡测试完美,力冲击击阳播报。